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画山居生活又一天 今天天气不是特别好 能见度有点差 虽然是出太阳的天气 但是看出去不是特别清爽 有点朦朦的感觉 今天我们随意走走 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 退休人员嘛 就是图个自由自在 想走就走 走哪摔哪 我们先到温泉镇里头转一下吧 这边都已经改造完毕 穿衣戴帽重新美化 刚才看到的温泉的招牌 排楼没有动 还是保持在原来的样子 但是路面都已经修整一新 两边就专门做了这些新的台阶 但是有一些原本的餐馆还没有开张 这里变成了一个广东省疗养的基地 但是还在建设当中 这边有第二个牌坊 游溪温泉 白天看得比较清楚 刚来那天都已经晚上了 这边也有一些酒店已经差不多准备就绪 但是可能要等到冬天的过温泉的时候才会正式开张吧 这边这家呢 以前我们经常来吃饭的一个河畔的餐馆呢 也在重新装修之中 走到这边呢就开阔了 左边呢就是游溪河温泉镇的这一段 现在已经建成了环游溪河的隧道 这个也是广东提出来的 要建万里壁道 这个壁就是壁律的意思 这边呢以前是一些卖土特产的地方 现在呢做了一个公园 叫温泉荔枝密公园 不知道是不是跟那个散文家杨硕写的 荔枝密这个文章的题目有关 那这里比较惊奇的是 这个圣托利庄园啊 门口输了一个麦当劳的大牌子 写着新店开张 这是搞到哪一出呢 这边呢原本是一个国际会议中心啊 我们还是从这个壁浪桥上面走一走 右手边呢就是我们那天来的时候吃晚餐的地方 广东温泉宾馆 也是一个CA级的景区啊 里边以前有很多的国家领导人在这边过东 所以呢也称之为中南海的东都 现在呢我们就沿着刘溪河的另外一侧啊 这条幽静的林荫小道上走一走 河边呢都已经重新修整了一遍 形成了很不错的景观和休闲的一些亭子 长廊还专门做了一个停车场 我看见有两部房车停在这边 我们的右侧呢其实都是一排以前的招待所 有各个单位的总之单位级别越高呢 就越能在这边占一片好的养生休闲 给自己的单位员工度假的地方 那这个当然也是以前的遗留下来的一些招待所 那现在的话呢有些早就变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宾馆 那也有一些呢就没有再经营下去了 就慌在那个地方有点可惜 所以这一路上呢都可以看到有一些建筑上面啊 都是写的温泉酒店啊这样的字样 最近天气还是比较热啊 本来呢是沿着这个环河的绿道 走一圈呢大概五六公里吧 以前也曾经走过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 本来也想可以拍给大家看一看啊 还是等到天气凉快点再说吧 这边也有公交站重化汽车四号线 这边呢也有一个度假村叫翠岛温泉 这边呢也有一个度假村叫翠岛温泉 这里呢以前也开发了一些楼盘啊 供大家作为第二家园吧 休闲度假啊 但是呢因为这边的配套设施不是特别的完善 加上呢大家还是更乐意在城里头打拼吧 来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多 所以呢很多度假的这些物业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荒废在这个地方 有意思的是刚才那个圣托利这个温泉的宾馆 居然开了一家麦当劳啊 这个是不是它又到了一些什么味道啊 这边是不是又要启动了呢 相信麦当劳是不大愿意做这个配奔买卖的 而且麦当劳一向是以地产方面的眼光比较敏锐著称的 所以也小小期待一下啊 这边呢也是一个旺谷温泉小镇 这个边上呢就是旺谷温泉 但是现在呢这里也在发展房地产 你看有碧桂园的旺谷河苑 这么一个说法 每次到这个低上的线高呢 我的头子要矮一下啊 生怕好像会被削到了脑袋似的 其实不会啊 它的线高是两米的 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小的发电站 它拦了一个坝 所以呢我们现在走在这条坝上 所以右手边呢就是比较低矮的这个河道 那左手边呢就是一个被抬高的 形成一个湖一样的流气河 所以呢景观不错 这边呢就是一条小道 一直可以通到温泉大道上 很幽静啊 没有什么商店 也没有什么行人 这里呢也有一个楼盘 不知道卖的怎么样啊 站的这些地段呢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景观很好 正对着流气河 这边呢也有一些本地居民开的一些农家菜馆 但是保持着一个相对比较淳朴的这么一个状态 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温泉大道了 现在呢我们是顺着向南的方向啊 这个路上旁边的树都开着花了 这个应该就是那个纸巾树 跟洋纸巾应该是一类的树 什么呢 葱花这边的山区生活呢 其实就是山区的乡下 到处随意走走 比较自由自在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 我们今天也是去走一些乡间小路 说不定半道上会遇到一些古村落 也可以进去转一转 现在我们掉了一个头 继续还是在温泉镇的路上行走 重换应该是在2015年8月份测试社区 和增程同时成为广州第十和第十一区的这么一个区 继续入了广州市变成广州市的第十一个区以后 就成了广州市内面积最大的一个区 也是因为借着测试变区这样的一个东风 从化区温泉镇这边就加快了建设的一些步伐 尤其是在环境整治上面 美化上面倾注了不小的力气 所以我们刚才在温泉镇里面转了一圈的时候 跟大家说的就是很多的这些面街的楼房都进行了穿衣代帽 路面绿化等等进行了重新的整治 就变得面目一新成了重化区的新的颜值担当 左手这边就是温泉镇人民政府 我们想在右前方有一个桃园的路口 我们想走进去那就是一片乡下地方 重化非常大大部分都是山区 这里散落着很多的这些乡镇村落 很多村落都是好几百年以上的历史 甚至有更久 我们在这边已经看到有右方的一条小路叫桃园 中国人对桃花的感觉一直寄予一种美好的愿望 这边就有一个牌坊写着桃园洞 不知道是不是跟桃园明写的桃花原籍有关系 进来以后就是一条非常普通的乡道 也没有什么特色甚至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色可言 但是人很奇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乡道当中 自由自在的行走或者是自驾的话 心情会变得比较平静 甚至还会有一些愉悦的感觉 所以这条小道也走过很多次了 其实两边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工厂 有些工厂说不定已经飞起了 人呃肯定都希望到处看一看啊 尤其是去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去旅游 看见那些从未见过的景色或者是名声古迹呢 心情当然会很好 旅游其实是生活方式的一种特殊的一个状态 不可能每天呢都在外面旅游 更多的你可能要在平凡的生活当中 怎么去发现这些类似旅游的那种感觉啊 这可能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 那我们这个开到这边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右侧这边啊是一片田野 种了很多的庄稼或者说农作物 远处呢有一些山 但是呢很快还是进入现实 我们跟前的这一片村庄的这些农舍啊 看见两位乡亲啊都拿着一个锄头 这边我看见有一个牌子写着桃园村 名字起的倒是蛮好听的 这边呢就有一个大的一个池塘啊 应该是一个古村 现在我们就走在乡间的一个乡道上 只不过这条乡道呢是可以通汽车的一条道 那么想一下每天农民呢就是走在这条道上 当然现在农民也不见得都是肩扛出头靠走了 他们呢也是会开摩托车电动车 或者是自行车携带着他们的农用工具去田里上班呢 这边呢? 乡道两边的这个树啊还是应该很多年了 枝叶比较茂盛 还是有一种生机勃勃的农村的这样的一个景象 刚才看见一个牌子 这条路以前是虫化的一条古道 现在看上去是一个乡镇的中心 两边都有一些小百货 各种各样的商店 生活必须的一些商店 左手边是虫化镇的卫生院 也就是说这边还是温泉镇的地头 这个牌子写着龙岗社区 就是普通老百姓在这边赖以生活的 这么一条乡下的一条街道 所以明显的跟刚才重新装点的 这漂漂亮亮的温泉镇的景区里面的那些路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